总不能皇帝让你啊给敖拜一罪 你跟皇上回奏说呀 皇上我觉得呀 这个敖拜没那么大错 干脆呀咱们打几板子 放了得了 看古记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儿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敖拜的故事没聊完 那今儿咱们就说说呀 这敖拜被秦获以后的事 您看昨天这个小侍卫秦拿敖拜的故事啊 聊的那么热闹 其实呢 它只出自在清代的耶识笔记当中 这本书的名字叫南庭笔记 您说的是小说也行 说的是画本也行 那么在正史当中 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记载呢 有 只不过呀字书太少了 这清史稿当中啊 对这个整个事件描述起来啊 无非也就是二三十个字 关于是如何秦获敖拜的 介绍起来就更简单了 只有四个字 啊不信呢 我说给您听听 据清史稿所在 康熙八年五月以为 上九夕敖拜尊横万政 特律其多利难治 乃选侍卫拜唐俄少年 有利者为扑鸡之戏 是 敖拜入见 既令侍卫者 谱而执之 于是 由善破营之志 以尽臣领之 这是啥意思呀 这就是说呀 皇上早就知道这敖拜呀 专横乱政 于是呢 在这康熙八年的五月 就决定啊 就秦拿敖拜 不过呀 这皇上认为呀 这敖拜力大无穷 恐怕呀 不容易秦获 于是就选了这个身体建树的小侍卫和拜堂哥 在自个儿跟前啊 摔跤游戏 有这么一天呢 趁着这敖拜来见皇上的功夫 这帮侍卫就把他给逮住了 从此啊 这皇上身边呀 才有了善破营 并且呢 这善破营的头啊 都是天子尽臣 这里边最关键的 就是形容秦拿敖拜的四个字 谱而执执 字面的意思 就是打一顿给捆上的意思 说白了呢 就是摁在地下打一顿 然后啊 给捆了一个司马扎提 秦获了敖拜之后啊 就是给他定罪 关于定了多少条罪 定的是什么罪行 在各种史料当中 就又有分歧了 这第一种呢 是一份康熙皇帝 满文口语的实录 记载的非常清楚 从内容上看呢 应该已经是 敖拜被抄家以后了 然后呢 这康熙皇帝又明确指出 让这个义政王大臣的首领结书 召集义政王大臣会议 再次给敖拜议罪 这一下子 就把这敖拜的罪状 细化了 又惊人揭发 给敖拜 议了三十条大罪 无论是哪种记载啊 在这罪行当中 均没有谋反的罪 无非是专权善权大不敬 利用植物之便 侵吞国有财产 利用植物之便 滥杀官员 利用植物之便 无故迁徙 定居之民 就是前两天 咱们说的那个 两皇旗换地案 编造 罗之罪行 陷害致死 苏克萨哈 还有一些啊 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什么私自买卖奴隶啊 倒买倒卖 稀有物资啊 其实就是马匹 即便是没有谋逆大罪 这些罪行 随便单拿出哪条 这敖拜啊 也够死巴回的了 那么最后 为什么康熙皇帝 选择了把敖拜 判了一个终身监禁 却没有杀他呢 其实啊 这其中的缘由 不难理解 因为康熙皇帝 剪除敖拜 并不是针对敖拜个人 是为了剪除敖拜集团 因为在康熙皇帝眼里 这敖拜一党 就是他稳固皇权 在亲政路上的 最大绊脚石 细读敖拜这些罪状啊 似乎每一条 都是不赦之罪 但是啊 这些往往又是 全臣最容易犯的错 全臣在和皇上关系 处得好的时候 这些个过失啊 就不算个错 可是呢 皇上要是烦了你啊 哪一条都能要你的命 更深 王大臣一敖拜遇上 陈列大罪三十 请足诛 就是说呀 这义政王大臣会议啊 给皇上折子了 这敖拜的罪啊 咱们议完了 这敖拜啊 一共有三十条大罪 请求皇上下旨 把这敖拜啊 整足灭门 您看了吗 这就是啊 当年在官场上的 一个小技巧 这些给敖拜一罪的 王爷们啊 跟皇上说了 这敖拜罪官大了 三十条罪啊 得诛足 实际上罪也没那么大 如果量刑啊 也不至为量那么高 但是啊 这人情啊 不能大臣做 得皇上说 皇上拿过来一看呢 认为这罪臣呢 确实是罪官大了 干脆啊 就按照你们说的 把他灭门就算了 哎 这朱祁全族 这个意见啊 可不是皇上说的 是大臣啊 给出的主意 皇上呢 无非是顺行了民意 按照大臣的意见 去做了而已 可是皇上一看 这意完了 给大臣定的罪啊 觉得定的太高了 皇上就说 哎 算了吧 干脆就让他一而死得了 咱就别灭门了 哎 这人情啊 他也是留给了皇上 总不能皇帝让你啊 给敖拜一罪 你跟皇上回奏说呀 皇上 我觉得呀 这个敖拜没那么大错 干脆呀 咱们打几板子 放了得了 您瞧 他要是这么着 这皇上 他得多尴尬呀 既然这大臣 把台阶子都给皇上留好了 这皇上啊 自然就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了 于是啊 这皇上就说了 但念效力年久 虽结党作恶 朕不忍家诛 朱隔职 寂寞俱进 于是 这敖少保 就被隔职 终身监禁了 其实啊 他也没圈禁几天 这敖拜呀 就死了 您想啊 从位高权重 一下子跌落到了阶下囚 这谁的心里 能受得了这种落差呀 有人说呀 这敖拜呀 在圈禁当中 是被毒害的 也有人说呀 是被这康熙皇帝 饿死的 实际上啊 就是郁闷死的 朝廷处理完敖拜之后啊 还有一件事情 让大家感觉呀 挺匪夷所思的 就是说这主犯 敖拜呀 都没有被处死 但是敖拜的余党啊 几乎全被康熙弄死了 您比如说这敖拜的俩弟弟 穆里玛和塞本德 还有就是这个侄子 纳穆 再者呀 就是他的智囊头子 大学士班伯尔善 尚书阿斯哈 纪士 侍郎代弊图 等等等等 一共啊十多口子 这其中 敖拜那些子职啊 完全是苟障人士 作恶多端 西士开刀啊 那完全就是活该 其他的人 攀附辅政 都是为己谋私 落得个身手异处啊 那也都是罪有应得 这里边啊 咱们唯独要说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 班伯尔善 这班伯尔善 和敖拜的其他党羽可不一样 他是宗使 不但是宗使啊 这个宗使还挺近 康熙皇帝呢 无外乎就是 努尔哈赤的玄孙 这班伯尔善呢 是努尔哈赤的孙子 论辈分呢 这康熙应该管 班伯尔善 称呼一声皇叔 要说这么贵重的身份 他怎么就 一辅于敖拜了呢 哎 那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 他没有敖拜混得好呗 咱们挨这儿啊 有一个小插曲 我得跟您说一下 这班伯尔善呢 在有的史料当中 也被翻译为 巴姆布尔善 但是我认为啊 还是应该 以班伯尔善为准 因为这一点呀 我很肯定 早年 我认识一位 东北的女孩 这个女孩啊 就姓班 他们的家谱上啊 老祖就是这位 班伯尔善 我还特意问问 这个班姓 是民国时候改的吗 他说不是 这个姓啊 在清朝时候就改了 当时我还纳闷呢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一会儿再交代 这班爷的爹呀 虽然是努尔哈士的第六子塔拜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混的不好 手上啊既无兵权 爵位也不高 只是个辅国公 到了这班伯尔善这儿呢 他是塔拜的四儿子 连个辅国公都没混上 习了三等奉国将军 于是班伯尔善就决定啊 到军队里去混军功 和谁混呢 他只能啊 选择胳膊粗的 就是顿滚 可是折腾到最后啊 也只折腾了一个辅国公 和他爹勉强算杀了个平手 首辅大臣索尼一死啊 这康熙皇帝就决定提拔一些个 自己个儿的势力 于是啊 他就看中了自个儿这位皇叔班爷了 他先把这个班爷 拜封为秘书院大学士 然后呢 又禁卫 领侍卫内大臣 可是这班本善呢 他贪心不足 蛇吞象 他看着敖拜呀 在朝堂之上 气着咔嚓 那么顺利的就处置了苏克萨哈 于是啊 他的心呢 就偏向了敖拜这一方 他认为啊 这才是他能抱住的最粗的胳膊根 至于这影视剧里说呀 这班本善是有意谋反 并且呀 给这敖拜出了无数坏主意 这康熙皇帝可没这么说 班本善虽然有21条大罪 但是最重的一条 也就无非是 班本善系宗室府国公 受为大学士 赴赫敖 藐视皇上 接党营私 背负国恩 您看了吗 圣祖十路当中 记载的这份诏书啊 上边有几个关键点 首先就是身为宗室府国公 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老叔啊老叔 你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吧 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第二个关键词啊就是背负国恩 皇上又说了 班本善啊班本善 我刚把你提拔成了大学士 领事为内大臣 这要是狗给扔块馒头 还知道摇摇尾巴呢 你说你怎么就转向 依附了敖拜呢 您想想吧 这皇上要是这么想你啊 他能不死吗 于是呀 这班本善被处以了绞刑 还不错 他和敖拜的其他同党不同 看在是宗室的面子上啊 被留了个全尸 哎 对他的儿子们处置起来呀 倒是挺有意思 以分家令过的 被隔去了爵位 降成闲散宗室 也就是说呀 还能信爱勋觉罗 没分家令过的那些儿子 处宗室 你连爱勋觉罗也别信了 你和这皇家没关系了 您看 我刚才提的那个姓班的姑娘 他们家呀 大概其就是这么码的事 也有人指出啊 这康熙皇帝杀宗室 违背了祖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年呀 这奴尔哈赤 老奴就曾经说过 无子孙中 纵有不善者 天可觅知 勿令刑伤 已开杀戮之端 其实有这种言论的人 他们是没弄明白 努尔哈赤 当年说这句话的意思 以及说这句话时候的背景 这句话呀 出自清太祖实录 努尔哈赤 说这句话的时候啊 其实已经把自己的亲弟弟 舒尔哈奇圈禁 长子楚英 赐死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话呢 您得从啊 努尔哈赤的性格分析 您看他的年号是什么呀 他的年号是天命 并且这老奴 从来都是自诩 自己是代天形式 他认为自己凭十三副 遗甲起兵 能占领东北大片土地呀 这是天命 他认为这汉人 李英在他们大巾国呀 受虐待受迫害 因为这是天命 在他心里啊 他认为他比汉人天子 还是天子 他做的什么事情啊 都是天意天命 无论各级官员 刑法是不能伤害我 爱心觉罗子孙的 什么龙头闸呀 在我这不好使 但是我弄死他们行 因为我说的话呀 是天命 您想啊 作为老祖 他都这么认为 那这孙莫子康熙 他能不这么想吗 我还告诉您 这班本善啊 也不是最后一个 被弄死的宗使 您瞧心有政变以后 这宗使就更不是 值钱玩意儿了 慈禧太后一跺脚 杀了仨 宰员 端华 还有宿舜 这宿舜行刑的时候啊 大放厥词 在众人面前说的 就是刚才我给您学的 努尔哈赤的那番话 在刑场上啊 是昂首挺胸 力不肯跪呀 这刽子手可不怪那毛病 大铁棒子 直接砸磕膝盖 一下子这半月板 就给砸苏了 归齐的速顺呢 还是跪在地下 扶了法 哎 所以说呀 跟黄泉比起来呀 您这亲戚呀 也就那么回的事 所以说 为了买满洲 功勋贵族的好 为了安抚他们的心 这敖拜呀 也应该赦免死罪 为了警告这帮亲戚呀 不要以为 自己有宗使的身份 就犯上作乱 与他人勾结一党 这身为宗使的 班布尔善 也该杀 至秦敖拜 减除全臣一党 是这康熙皇帝 执政以来 打得漂亮的第一仗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今天咱们的小片啊 就到这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